近日,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获上了热搜。 该门诊于2020年9月开设,近两年来已接诊和帮助了1500多名孩子。 由于该门诊仅在每周四下午开放,且限号20人,门诊开设两年来,一直是一号难求。 出现学习困难的孩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朱大倩告诉记者, 一种是精神系统发育障碍导致的学习困难,包括阅读障碍,注意缺陷多动障碍,孤独谱系障碍等。 这也是门诊最常见的情况。 另一种是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,比如学校适应障碍,焦虑抑郁等。 我们会提倡就是孩子越早来看越好,因为他如果是在小的时候,我们就发现了这些真相, 那么给他相应的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啊什么,这个可以帮助孩子,就是慢慢慢慢调整过来,等到他上学的时候,这个困难可能会减轻一点。 其实并没有学习困难这个诊断类别。 朱大倩表示,以前医生在心理科门诊诊疗时,经常碰到学习困难的孩子。 非医学专业人士很难辨别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学习困难。 为了帮助家长找到孩子学习困难的源头,便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。 我们是希望就是社会大众都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,知道这个不是孩子故意不好好学习,他的确有困难。 而且我们如果用了合适的方法,不一定说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会很好,但是是可以帮助他就是减少他遇到的这些困难和痛苦。 据了解,学习困难门诊接诊换而后,医生会详细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,以及孩子本人的情绪发育状态等信息,根据信息进行评估和检查,包括心理测试和各种类型的躯体检查。 完成检查后,医生会帮助家长解读检查结果,分亲孩子是不能学习好,还是不愿意好好学,并搞清楚孩子因为什么不能学,又为什么不愿意,帮助家长去理解问题所在,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法。 上海市民王女士的外孙,三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,如今,十岁的外孙虽然依旧不太愿意和陌生人沟通,不肯开口唱歌,但是数学体解得很棒,对钢琴产生兴趣后还拿过奖。 王女士表示,孩子愿意和朱医生讲悄悄话,各方面能力正在越变越好。 为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们,医院还针对门诊中最常见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,与上海多索学校合作,向教师和家长科普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儿童心理相关知识,学习困难门诊并不能把学渣变学霸。 朱大倩说,衡量孩子学习困难是否改善,成绩不是唯一标准,医生更为看重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亲子关系、精神状态等。